老华一开箱频转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脚梅 很多的花友老是问我三脚梅的也是 然后我就从网上淘了一会儿 这个是35在淘店上淘的 接下来咱们开箱 又是来自于福建张州的一个 咱们看一下包装 包装的话用到的是这种黑心棉 然后外面有一个一拉底 一拉底不要给它浪费了 不要给它减坏了 还可以循环利用 就是拿个东西一别一撬 它就打开了 有点重 有点重啊 土是有点重 有一点点的冻伤 有一点点的冻伤 还是这种花叶的带紧的三脚梅 35的价格是真不贵 那这一期来的是一个原盆原土 咱们就可以暂时的去不用换盆了 三脚梅还有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 叫光叶子花 反正说什么叫光叶子花 其实一般的时候在我们这边养护的话 一般是在春天的时候开 春天的时候它不长叶 它就先开花 然后到了夏天秋天的时候就开始长叶了 顺带的也会开花 基本上花叶门如果说买到这种的话 其实养护方法很简单 很多花叶有很多的疑问 首先我给大家综合几个点 第一点就是光照 如果说没有光照 三脚梅是肯定养不好的 它喜欢全日照 你在新疆它也没事 它并不怕晒 你别说是能晒死的怎么着 不可能 第二点就是拿捏咱们自己的胶水 每回如果说有叶片的话 您就判断这个叶片略微打捏了 您再去胶水 干透了您也要给透一下水 用土它对于用土一点都不讲究 像沙土泥土都可以 三脚梅非常非常的皮质 非常非常的好痒 没你们想象的那么难 所以说它们用花盆的话 你不能用什么样的花盆 你只要保持一个排水透气就可以了 你像这个泥土一样照样 您只要光照浇水拿捏住 这问题都不大 之后就是说温度在一块了 温度三脚梅它是怕冷的 你像一般低于零下五度 它就有过冬的一个风险就不太好了 你在我们山东地区露天地灾的话 这个难度很高 所以说尽量大家还是在南方 就是淮河 清零淮河以南去递摘 或者在室内盆摘 有的花儿说为什么我养的总不开花 总不开花 您要了解总不开花有几个点 一个是光照不足 有的花儿说我光照给出了 那么您就是没适当的控水 我也适当的控水了 我说那您就是没有适当的用肥 用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了解 三脚梅这个它上面这个 这种红的这个不是它的花 它里面这个才是它的花 很多的花有惯性思维的去用磷酸液 用的比较多 这个不妥 这个大家淡磷甲肥都要跟上 说到这个肥料这个事呢 我打个广告 我们家也卖肥料 你像我的话就比较懒 我就直接用这个 一百天一回直接撒到土里面 可以多来一点 好了那有的话说 光照我拿捏了 光照很好 水我也拿捏了 肥料我也用了 它还是不开 它说乌七八糟的乱长枝 乱长枝你可以整一把剪刀 控制它的长度 这个地方被修剪过 这个位置它也被修剪过 但凡有新的话 你可以去观察 它基本上都是需要修剪的 你看 这个地方它还修剪过 看到没 都能看到修剪吧 要控制枝条的长度 你让它长得乌江八岔的 跟柳树一样 你还吹风吹洋柳啊 所以说呢 控制枝条的长度 不要让它过分的长 这四个点你都拿捏住了 它能不开花吗 的话如果四个点我都拿捏住了 那肯定包花 出宝 很简单 哦 好了 好了 这个苗树呢 接近于满分啊 但是咱们不能打满分 只能给94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价格呢 35 而且呢 一盆里边是两颗 还是两个品种 你可以看到 非常的好看 为什么给94分呢 因为怕它骄傲 剩下的六分呢 以666的形式给它吧 这福建的一部三角培 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哇塞 原盆原土的 这就说花有没收到这种原盆原土的话 你就不要想着给它换图 在那里 人家原盆都带的挺好 你闲着个盆栏看 你又套一个 好吧 嗯 绝对不错 接点个赞 三角培的养护也分享给大家了 哈哈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软易 完了